大家好 我是POL76的小室 今天是駱駛新机发布的日子 在我们studio 刚刚已经来到这一部全新的駱駛麦谷第二代 这部机器现在是完全未开箱 所以今天就先和大家拍了一个开箱的影片 再和大家慢慢用我的耳机去实试一下 未和大家开箱之前 看看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全部按下全部 现在我们看到这部机器在这里 是未开箱的 所以连个胶袋都在这里 如果大家买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状态 你会看到前面有个volume pattern 都是放在这里 这是他们的招牌 机顶上就会看到有乐图的logo 背后就会有这部机的一些详细资料 包括了型号、产地等等 不要说太多了 现在立即和大家来个开箱的环节 先开出来看看 哇 这部机器很重啊 很聚首啊 出来我们现在就会看到有一个 相对硬一点的卡纸壳 一个盒子装着的 低调地在下方有个logo 这个てき准的 哇 铺子在我面前 很 Honor 超级的 Acid 8 先看rate 透过这部� annan 第一代有几次接款 这部机器都流湧 买了 这部之类的 这部铺鞦二代 其实是对 是用着三文字式的器材 包括了电源、解销和放大 都是有三块不同的PCB飞 아 而且整部手机的设计都是由头做过 所以你会看到这部手机的外观看起来差不多 但机背或机身的设计都会有少少分别 按照样上面有一个Volume 键 这个Volume 键也是金色的墨谷 logo在Volume 顶上 机背顶上有一个4.4的耳机输出和3.5的耳机输出 旁边位置有一个Power 键 接着有Play 和Fast Forward 或Backward 键 机底有一个USB-C的充电位 和DAC的USB-C共用 旁边有一个插卡的位置 它还在插一个大的SD卡 大的SD卡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我小的SD卡都死不少了 先开机看看 有繁体中文和英文的选择 我先选择繁体中文 接着已经直接进入系统 比我记忆上 玩过第一代的OS速度 第二代明显快了很多 当然现在未有歌 未能作准 但以我第一身的感觉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其实都是用回他们自己的自家作业系统 因为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玩Android的作业系统 虽然是可以充电过SRC 来做HIRES的传输 即是玩串流平台那些 他们的角度来说 始终是经过Android 而声音的质素会有多些牺牲 所以以他们的更发烧的品牌来说 用回自己的OS是最好不过的事 但现在轻玩串流 可以怎样呢 待会跟大家再分享 第二层 这一盒应该是说明书 有一块抹机身的布 接着会有两块ScreenProtect 这些配件在中国製的DAP来说 一向都是跟得非常足 还有这些贴膜贴的工具 DAP要找个套也很麻烦 但它已经即时跟着皮套给大家 它即时就会跟着黑色的皮套 也有NOTTO的Logo 按针也被印上了 机背有散热位给大家 非常贴心 一二三 哇 刚好 配身和有点紧致 因为有皮套的加持 我感觉到它的贵气更加厉害 因为这个麦菊2 其实在机身上是用一个铝的做法 所以按针就像冷冰冰 没有什么感觉 但一旦戴了皮套上身 即时再配上金色的模型 你就会觉得 这个机身好像立即有型了很多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盒 这个盒子 看它的指示应该是一些线 这条USB-C 线也是一条长的线 应该方便大家在电脑上 用这个麦菊2 来做一个解码 基本上 这个LOTO2的盒子 就是这么多 好 机器就开了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部机的操作 首先我们会看到 有个Menu 有播放列表 专辑列表 歌曲 文件夹 歌手 设定 这些都是基本的玩法 另一边 就会有更多联络的东西 DLNA的连接 如果你玩Apple AirPlay 接着这个LTTP 是什么呢 话说这部LOTO的麦菊2 基本上没有Android系统 所以不能安装APP 但它很聪明地 就开发了一个新的LTTP 这个制式就是配合他们的DONGO 就可以经你的手机 用串流平台 包括Tidal Apple Music等等 接着就把讯号 HIREX传输给它 如果你的手机 已经插了LTTP DONGO 基本上你就可以找到它 另外就是蓝牙DAC 这个也是跟蓝牙的连接有关 如何玩法 这个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接着就是Pull-down menu Pull-down menu 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功能 即时放在这里 呼吸灯 耳机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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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线性输出 和普通的耳机输出 是4.4 以及蓝牙指示 如果4.4 在行什么GEN 有低GEN 高GEN 大耳GEN 即是如果你用大耳牛 记得可以用大耳来试试 接着就是3.5mm 亦有低GEN 高GEN 以及大耳3GEN 接着就是有XRC的声频功能 如果你不想它用AKM晶片 来帮你做XRC的话 即是声频 你就可以开关它 直到最后设定 设定里面 其实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容量本身没有内置的储存 所以一来你就会看到SD卡内置 人体版本是1.1mm 如果想更新就按这个 接着就是在线更新的版本 现在的版本是这样的 在线更新的时候 播放会中止 电量亦不可以低于20% 我们试试按下一部 现在正在检查 更新失败 ERRQ37 相信它的相机 未有新的Firmware 要更新的 但如果我们是User friendly 这个不应该让我失败 如果它是这样 应该是最新的版本 这个我认为厂方值得更新 令到它的信息 不要写失败 因为它写失败 我会以为是我的线路问题 对不对 输出设定 可以多玩一些 其实都是4.4mm 和3.5mm 的设定 左右平衡 输出的类型 究竟是耳机输出 还是Line-out的输出 Line-out也可以设定不同的数值 来做Line-out 我认为这些发烧的旗舰机 才会让你玩得这么深 接着是蓝牙 接着的音量 是可以让你设定非固定 因为如果你有机会 是蓝牙耳机控制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设定 也很仔细 MQA MQA可以选择pass-through 还是由它来做解码 这个也可以设定 电瓶表 推干后推干前 这些都是一些个人化的设定 EQ 设置 均衡器设置 其实是可以选择自定义 如果你想加一个新的EQ 就在这里加就可以了 再加上雷波器 雷波器 PCM 有六个不同的Roll-off 另外DSD DSD 就有Normal和Extended 升频 升频这里也有很多东西 最高可以升频到384kHz 接着DSD也有升频 你是想升到5.6MHz 还是11.2MHz 今天和大家开箱 Lokto Maguk 第二代的DAP 旗舰播放器 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下部影片 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同耳机在这部旗舰的DAP 听感究竟是如何 大家千万别错过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